小燕我今天是替吳寶春感到悲哀 最深感悲哀傷心的是 连一个半路出身的黄世武 就打阿扁的那个半途面包师 都瞧你不起 常常一个吳寶春 被一个这种半路出身的 打阿扁的这个面包师 他喊他是中国人 然后他去中国也开店 有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你就是喊中国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你的面包还是没人吃 但是他在修辱吳寶春 所以我跟吳寶春讲 你的两步错 你不能再第三步错 你现在把所有你在台湾的消费者 都已经伤心了 高雄七十几万 不支持韩国人 会走到你的店前面去买吗 不会的 他们已经对你的这个面包技术 已经瞧不起了 如果连黄世武都看不起你 这些长期吃你面包的人 那种被伤心的那种心理是做 怎么样去排解 所以我刚刚在讲 政治市场骗局 韩国瑜可以骗高雄市民 只要你承认九二共识 你就会花大财 那你们就去承认吧 大家就骗 我的朋友经常开玩笑 最近说他们要出国 到哪里 到中国高雄 我不要坐飞机 对啊 坐高铁就到中国高雄去了 已经都笑话这么多了 在双城论团开之前 韩国瑜都懂得 不能去参加这个双城论坛 理由虽然很多了 我还没有上任啊 我生病了 还是什么呀 都可以 但是他知道 因为柯文哲已经讲了啊 不要再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了